刚刚看到两个骗人的故事,一条是关于乌克兰的,他们被俄罗斯人骗了。 前段时间,乌克兰空军已经被俄罗斯炸得差不多了。 原来那些中东欧国家的俗世武器,在战争中也消耗得差不多,飞机这种大件更别说了。 眼看着没飞机了,怎么办呢? 到底不愧是乌克兰人,他们想出了个好主意,可以策反俄罗斯飞行员啊。 把俄罗斯飞行员策反过来,那简直是一本万利啊。 首先可以免费得到一架飞机,还可以让俄罗斯至少少一个经过训练的飞行员,因为培训一个飞行员的费用,比飞机差不了多少。 所以他们立即悄悄地操作起来。 到底是斯拉夫兄弟,彼此之根之地,很快他们就联系了一个俄罗斯飞行员。 还答应了条件,带着飞机来,给一百万美元,还给你家人办好外国护照。 从此带着钱,带着外国护照,就可以去逍遥了,这是多好的事。 结果没想到,他们联系上的那个飞行员不在乎钱,他上报了联邦安全局。 联邦安全局在苏联未解体时名气更大,也就是克格勃。 普京的老董家,在得到上报后,立即告诉这个飞行员该怎么干,先干什么呢? 因为近段时间,乌克兰肯定修了一些很隐秘的机场或者什么的场所,反正不管俄罗斯怎么炸,过段时间总会冒出一两辆架乌克兰飞机或直升机。 那这些隐秘场所在哪里呢? 还有现在俄罗斯高精度导弹都不够了,所以只能让好飞机去干操火,但好飞机去干操火,就得超低空飞行,就极有可能被乌克兰的烂导弹给打中机会。 前段时间,俄罗斯一架苏35在超低空飞行扔炸弹时,被乌克兰人用一颗便携式防空导弹击中了。 一架苏35至少值8000多万美元,乌克兰那颗烂导弹才值几块钱。 直到这个消息,普京脸上的肉都得心痛抖上激动。 飞行员要叛逃,肯定的和人家说好怎么逃,要不然被击落怎么办? 所以联邦安全局就通过这个飞行员,把乌克兰人告诉他的驾机叛逃路线的。 沿线防空部署和其他秘密信息都搞到手了。 照理说到这时候,俄罗斯就可以去炸这些之前不知道的地方了。 但联邦安全局手法向来很黑,他们跟乌克兰人说,要带飞机逃可以,打印付的钱的先打过来。 乌克兰人傻乎乎的把钱针打过来了,这样就一切就搞定了。 于是俄罗斯人把乌克兰人告诉他们的防空设施和一些之前不知道的秘密设施,统统给炸了一遍。 然后联邦安全局为了嘲笑乌克兰人,昨天把知识给公开了。 并且高调宣布,谢谢乌克兰的捐助,这些打过来的钱,就拿来当顿巴斯地区重建经费了。 这次乌克兰人真是偷鸡10了两把米。 这是第一个骗局,第二个骗局也是挺搞的,因为波兰人吹牛皮。 波兰国防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陆军将成为欧洲北约国家中最强大的。 他还说在炮兵和装甲兵方面,欧洲不会有比波兰更强大的国家。 那么为啥说他在吹牛呢? 因为在这背后,其实藏了个这个国家之间勾心斗角的笑话。 波兰人被骗了两侧,先骗波兰人的是德国人。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爆发后,美国天天催着欧洲国家,要他们赶紧给乌克兰送武器。 那些中东欧那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人催得尤其厉害,因为他们苏式武器多啊。 乌克兰人用得顺手,美欧的那些武器用起来反而要培训,耗时间吗? 但这些中东欧国家自从加入北约,跟着美国混后,军事力量那是枉小啊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啊,本来每架都有几百架飞机,上千辆坦克的。 这几十年七搞八搞的,飞机差不多烂光了。 经过这几十年,坦克好的也不剩多少了。 所以当美国要他们掏出家底来,基本上个个都很犹豫。 有的国家就提出来,要我们拿出飞机,坦克可以,但你美国得以就换星。 我送出去一架米格29,你给我一架F16,送别人钱,美国向来牛皮很大。 出手其实小气得很,美国人摸了摸鼻子,顿时给难住了。 结果跳出来一个国家,对中东欧国家说,只要你们送,我就给你们坦克。 哪个国家呢?就是德国。 德国的鲍尔坦克,也是世界上火力最强的主战坦克之一。 他们这么一说,波兰就上钩了。 波兰人觉得德国人既时辰又傻乎乎地,很好糊弄,就和他签了个军配交换协议,然后拼命往乌克兰送坦克。 波兰人挺讨厌俄罗斯人的,毕竟历史上被他汪过好几次国。 所以送起坦克来就特别猛,一口气送了二百多两,反正自家手头有的陆军家底。 送了个八九不离十了,送完之后他就找到德国人说好送的坦克呢。 德国人表示我没听到,波兰人火了,表示我们事先说好的。 结果德国送来了几辆坦克,波兰人一看,顿时眼前一黑,这根本不是他们想要的鲍尔坦克。 而是鲍尔坦克,这款坦克是德国六十年代开发的,比他们送去乌克兰的坦克还老。 德国陆军早就把这种老爷坦克退出现役了,更觉得是这些爷爷级的坦克。 还不是德国陆军退役之后封存的那种,而是当年德国为了推销自家坦克,搞了个已久换星,买了鲍尔坦克的国家,可以把老的鲍尔坦克退还给德国,德国再给他们打个折扣架。 这种坦克简直就是废弃垃圾,德国对他们的处理方式,也就比俄罗斯人的坦克坟场好一点,明露天堆放,让他们被风吹雨淋,风化生锈而已。 至于战斗里什么的就别提了,炮管里有没有老鼠我都说不定呢。 所以当地时间7月22日,波兰外交部副部长西蒙破口大骂,德国你个骗子。 德国人冷冷一笑,根本不鸟他。 为什么呢? 其实波兰这个国家,因为当年跟着苏联混,军力其实还是挺强的,在欧洲就算强如德国,对他其实还是有点忌惮的。 波兰也仗着他是当年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一直拉着这些国家,跟法国。 德国这些老欧洲国家较劲,所以对波兰人,德国人是烦死了。 这次正好一口气搞掉波兰200多辆苏式坦克。 也算坑了波兰人一把,看你波兰人莫名其妙,少了这200多辆坦克后。 还有一堆当年从苏联搞到的飞机后,今后还怎么跟德国叫板? 嫌弃暴役不行是吧,哪连暴役也不给你了。 但是大家别急,还有比德国人更狠的。 就在波兰被德国人骗了时,英国人跳了出来,波兰你别急,我会强势支援你。 我把陆军十分之一的坦克送给你。 英国人一向奸华,但这次他们真是说话算话。 他们果然把坦克迅速装上船,运去了波兰。 但波兰人看到英国运来的坦克后,哭得更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陆军总共只有三个坦克团,装备的坦克不到200辆。 不过没事,英国陆军虽然坦克少,但他们将军多啊,总共有320多名将军。 平均每辆坦克可以分坦到两名将军。 但将军多,匹用都没有,送到波兰的还是只有十几辆坦克。 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波兰人在说大话,自家坦克弄掉200多辆了,还吹什么欧洲最强的陆军,还别说,真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在过去几十年,早年还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现在则是刀枪全秀了,马也差不多死光了。 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欧洲第一陆军强过这个名头,波兰人最好不要驱征,因为不吉利。 因为上一个自称欧洲第一陆军强过的是乌克兰,它有坦克1500多辆,装甲车将近5000辆,是英国和法国的好多倍,当然当得起这个称号。 但它正在被俄罗斯爆锤,波兰是不是也想被爆锤呢? 这是个大问题啊。 反正我们只要知道这么一件事就够了当年在殖民时代,靠着船舰炮力,打遍全球的欧洲列强,现在全不行了,为啥他们对俄罗斯那么害怕? 就是因为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捶死了,他们真的没啥还手的能力。 至于美国想拉着他们一起来围堵我们,把北约扩到东亚,那只是一个梦,非常遥远的梦。 更何况他们自己还在勾心斗角。 完全是单位不意思。 能不能持续建设计的梦。 就是因为不公开只爆锤,发自发泽民生的梦。 即使于在此之一批的梦里等了。 如果有些轻松的梦里等,用体材料。 是,这些东西放到梦里。 如果从我们不能断工作,就能摆在那边放什么样东西。 行为还是,是它这些不tropez而行的。 也就是它来说光银子。